在19世纪初期 美国各地发掘的古墓葬中 据称出土了成百句的巨型骨骸 这些报道竟然来自 许多颇具信誉的消息来源 这让人不禁好奇 人类巨人或许并非完全是传说中的生物 尽管巨人症极其罕见 仅百万分之一的人患有此病 但耐人寻味的是 巨人的故事却频频出现在 圣经和北美民间传输中 比如大卫与哥利亚 杰克与魔斗和保罗班杨 这些故事大都被认为是虚构的 但历史中是否真的有巨人存在呢 如果它们真的存在 与人类有多少关系呢 还是说它们是来自宇宙中的 其他外星种族呢 也或许它们并非我们想象中的 高大种族 但它们的祖先体型 是否比我们大得多 根据北美印第安人 潘尤特部落的传说 在内华达州的艾洛维克洞穴 曾经生活着一个叫做 西蒂卡的神秘巨人部落 据说它们拥有红色的头发 逍遥善战 1911年 据说有人在洞穴中 发现了它们的遗骸 在北美印第安人潘尤特部落的创世神话中 还讲述了生活在内华达山脉和洛基山脉之间的一群美丽巨人 传说它们生下了一个畸形的孩子 并经常虐待它 伟大的神灵震怒了 它让大地变得炽热荒凉 并降下敌人 征服了这些巨人 最终只有两个巨人得以幸存 一个派尤特人和他的妻子 由于长期生活在炎热的沙漠中 它们的皮肤变成了棕色 在遥远的墨西哥 阿兹特克神话中也存在着巨人传说 传说在之前的太阳记之一 曾出现过一个叫做奎纳美金的巨人种族 它们被认为是特奥蒂瓦坎古城的建造者 世界各地的民俗传说中都存在着巨人故事 这或许是因为巨人象征着一个相对简单的概念 即人类的身体被放大到可怕的程度 巨人往往令人恐惧 提醒着人类自身的脆弱和渺小 它们通常被描绘成怪物和反派角色 但也存在着例外 有些巨人会友好的与人类互动 甚至可以与人类结合 并预育出普通人类大小的后代 例如中国神话中的女娲 被描绘成身躯庞大的人类始祖之一 在欧洲各地流传的民俗传说中 人们普遍认为 地球上的远古文明遗迹 都是巨人们建造的 例如萨克森的施托尔彭山脉 就有着巨人建造的传说 巨人传说也解释了现实世界 一些人们无法解释的奇特景观 例如丹麦的一位历史学家认为 巨石镇等巨石建筑 就是巨人们所建造的 与这个观点类似 五音与诗歌《航海者》 中也提到了高耸的石墙 据说都是巨人的杰作 爱尔兰北海岸由大量玄武岩柱 组成的巨人之路 这些天然地质奇观 也被认为是出自巨人之手 中国古代神话中 也有类似的传说 例如女娲补天的故事 就讲述了女娲使用五彩石 修补破损天空的场景 欧洲传说中 还存在着一种叫做 瘦人的类人生物 它们的体型 一般被描述成巨大 那么 这些民间传说 是否基于真实事件呢 世界各地 包括北美 是否曾经生活过巨人种族 据说存在一些证据之下 巨人曾经存在过的真实性 在美国西部内华达州 洪博特沿井地的边缘 有一个显为人质的洞穴 现在这里炎热干燥 人既寒质 但并非一直如此 大约13000年前 这里曾是巨大拉宏塔湖的一部分 拉宏塔湖是更新式时期 北美最大的湖泊之一 后来湖泊逐渐单合 形成了许多较小的湖泊 其中就包括洪博特湖 洞穴坐位于洪博特湖岸边 曾居住着一只 以狩猎和捕鱼为生的 美洲原住民部落 它们过着安逸复读的生活 然而 令人震惊的是 考古和历史证据表明 它们可能并非普通的 印第安人部落 传说中 它们被称为西蒂卡 拥有红色的头发 身高超过三米 以凶猛残暴和痴人而闻名 这个洞穴真实存在 位于内华达州伦洛克附近 从附近的小农场小镇 伦洛克镇 可以沿着一条长长的土路 开车到达那里 伦洛克镇 坐落在盐检地的湿润土壤上 是周围地区 一个重要的农业中心 关于西蒂卡的故事 也广为流传 如果你在网络上搜索红发巨人 就会发现许多网站都在重复着 同样的传说 然而 历史的真相 往往比传说更加扑朔迷离 我们接下来将要探索这些传说的真实性 1912年 在洞穴中挖掘鸟粪的矿工们 发现了大量遗物 于是将该遗址 移走给加州大学和人类学家进行研究 人类学家们从中发掘出数千件文物 根据北美印第安人派尤特部落的传说 他们最终击败了西蒂卡巨人部落 据说 他们将巨人困在洞穴中 必用火将他们熏死 然而 考古发现的遗物似乎佐证了这一传说 出土的文物中包括 被石刀切割 劈开取水的巨大人类骨骼 不过 令人费解的是 至今为止 没有人能够找到 这些所谓巨人骨骼的保存记录 一些爱好者认为 这些骨骼被掩盖 或故意藏匿在 博物馆收藏品的保险柜和安全区域中 但更多讨论该传说的资料来源 则推测 这些骨骼很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遗失了 事实上 埃洛维克洞学早期的挖掘工作 极其粗暴 缺乏科学依据 造成了许多文物的损毁 那么 这些红发巨人 究竟是谁呢 他们留下的遗孩 或能证明 他们确实存在的文物 又在哪里呢 这些谜团至今仍未解开 等待着进一步的探索和考证 我们知道 在《西伯来语圣经》中 也存在着一种神秘的人形生物 被称为 Nepheline 本评斗之前有详细讲述 拿菲利元的传说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前往主页观看 他们高大强壮 部分《西伯来语圣经》的译本 将他们描述为巨人 而另一些译本 则保留了阴影 根据犹太教的解释 Nepheline是堕落天使 与人类女子结合的后代 《创世纪》中提到 Nepheline在那些日子 和之后都存在于地上 那时神的儿子们 与人类的女儿们结合 生下了这些上古的勇士 有名的英雄 这一段落 明确描述了 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巨人种族 他们强壮有力 并且与人类种族融合 同时 该段落也暗示着 巨人一直存在到 人类文明有记载的时期 并且在许多文献中被提及 《明书记》中也写到 我们在那里看见了 亚拿金夫人 他们是 Nepheline的后代 在我们自己眼中 我们好像蚂蚱一样渺小 在他们眼中 也同样如此 这再次表明 Nepheline体型巨大 他们与人类的 混血后代 也同样高大 如果这些巨人确实存在 不仅出现在圣经中 同时也出现在 其他古老文献里 那么 会不会有一些遗迹 海谷或其他证据 能够证明他们的存在呢 也许这些证据确实存在 只是被隐藏起来 又或者一直摆放在我们眼前 却因为解读错误 而被忽略了 20世纪初期 美国各地同样出现了 许多关于巨人的发现 当时的报纸上 充斥着关于 在美国全国各地出土的 巨大人类遗骸的报道 这些遗骸 据说来自古代文明的 坟种和土耕 如今要找到 确切的证据 来证明 这些巨人存在 的确很困难 因为许多当初的 巨人遗骸 现已遗失 然而 大量保存完好的 当时的报纸文章 讲述了曾经在 北美大陆生活过的 巨人故事 1841年1月 一篇报道描述了 在密西西比州 杰克逊县 塔斯卡古拉湾东岸 发现的骨头和头骨 在海湾的入口附近 还发现了数个世纪 之前建造的 古老防御公式遗址 这些遗址 似乎主要是用 贝壳建造的 这天报道还提到 在废墟的地下 几英尺深处 发现了一些烧焦的木炭 特殊陶器碎片 以及许多人类遗骸 其中还包括一些 尺寸巨大的部分骨骼 据报道 上部骨骨足够大 可以松松地 盖住现代人 最大的头骨 1845年10月 另一篇报道刊登于 麦迪信旗之报 报道称 田纳西州 富兰克林郡的一位居民 在挖井时 于50英尺深处 发现了一个人类骨架 据称长达18英尺 报道中详细描述了 这具骨架的完整性 除了腿部轻微的损伤以外 几乎没有趋势的部分 那士维尔医疗机构的 几位得高望重的医生 都对这具骨架进行了检查 并且一致认定它 属于一个非常高大的人 骨架的长度 足足有五英尺 经过专业人士的计算 考虑到肌肉的厚度 这名男性活着的时候 身高至少应该有20英尺 约和6米那么高 当然 对于这些报道的可信度 我们是保留态度 除了田纳西州 富兰克林郡的报道之外 1856年 布什顿医学外科杂志 也刊登了一篇 关于巨人遗骸的文章 标题为 沉睡的西方巨人 除了上述报道之外 还有其他声称发现 巨人遗骸的文献 例如 1856年 柏林顿爱荷华州公报 刊登了一篇文章 讲述了爱荷华州工人 开挖州长 府邸新大楼地基石 发生的离奇事件 文章称 工人们在主街和谷街的 拐角处挖地基石 发现了一个拱形墓穴 面积约10平方英尺 打开墓穴后 人们发现 里面有八具巨大的人体骨架 这座墓穴的墙壁 获度约为14英寸 由坚固的水泥 或其他不易破坏的灰浆 弃长 墓穴的深度 约为6英尺 从底部到拱顶计算 报道称 这些骨架保存完好 据推测是当时发现过的人类遗骸中 体型最大的 大约有8英尺多长 直到1922年 有关发现巨型人类骨骼的报道 仍然层出不穷 然而 所有这些骨骸 究竟下落何方 人们现在可以在哪里看到它们呢 答案或许比发现本身 更加令人费解 过去几年中 一直有传言称 史密森尼学会隐瞒 销毁会以某种方式 掩盖了在北美发现的 大型人类遗骸的事实 对于这些传言 史密森尼学会 一直予以坚决否认 一些著名的变谣组织 也曾多次揭露过 这方面的虚假信息 然而 宣称呆博物馆 与此事有关的留言和研究 仍在不断出现 遗憾的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难以找到确凿的证据 一些人坚持认为 存在着眼带证据的阴谋 或者曾经存在过这样的阴谋 但无论如何 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博物馆 展出过超过 7至8英尺高的巨型人类遗骸 如果过去的相关组织 没有隐瞒或销毁证据 那么就只存在两种可能 要么这些证据从未存在过 要么它们通过某种方式消失了 尽管如此 很难相信 这些报道 完全是空穴来风 从1840年到1922年 许多报纸都刊登了相关文章 详细描述了巨人遗骸的发现过程 那么 这些骸骨都去了哪里呢 明答我做了以下一些可能的推测 当时收藏这些遗骸的人 可能已经去世 它们的收藏品 也因此在失或丢失 发现骸骨的人 或许在兴致消退 或无法从中获利后 将它们重新埋葬回土地之中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 人们普遍认为 大型骨骸与考古研究无关 因此没有加以重视 最终导致遗失 当然 人为因素中 肯定少不了阴谋论 可能某部分人 不想让大众知晓 这个世界的真相 从而隐瞒了所有相关的事情 或许有人会认为 即使其他骨骸丢失 那么至少博物馆或科研机构 应该会保留一些巨型头骨 作为研究标本吧 然而 事实并非如此 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博物馆或科研机构 收藏的巨型人类头骨 能够做到咖啡杯 可以穿过眼窝的夸张描述 部分被发现的骨骸 可能由于被误认为乳屎像 或其他动物骨骼 而遭到了丢弃 还有一些 可能因为鉴定不准确 而没有被识别出来 总之 到目前为止 我们很难找到 有关巨人骨骸的确凿证据 此外 现行法律法规也禁止在可能包含此类证据的原住民墓地或坟种附近进行挖掘 因此 如今些有新的发现报道出现 目前 我们所拥有的 只是一些关于这些遗骸的早期照片 以及发现者和当时目记者的证词 虽然在美国没有博物馆展出巨人骨骼 这可能会让人感到失望 但这并没有导致 关于地球上漫游的巨人这一概念的终结 我们仍然拥有传说 文字记载 一些照片以及众多目记者证词 这些都表明 曾经有人发现过巨人遗骸 并且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 巨人或许并非是罕见的存在 许多关于巨人的图片在网络上流传 但其中 很多都是近年来恶岛大赛PS的作品 这些图片通常描绘了世界各地出土的巨大骨架 并配有虚构的地点和目击者证词 因此 在网上寻找真实的照片时 需要谨慎便被真伪 不过 也确实存在一些 当时发现或展示巨人遗骸时 拍摄的真实照片 这些照片展示了一些 据称是在全球各地发掘过程中 发现的骨骼和头骨 但目前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 这些遗骸属于巨人 尽管目前缺乏确凿的证据证明 每周存在过巨人 但世界上其他地区 仍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发现 2006年 考古人员在中国陕西省商南市的一处 史前遗址发掘过程中 出土了一具体性异常的人类骨骸 这具骨骸距今约4000年 属于龙山文化时期 经鉴定 该骨骸为一名16至18岁男性 身高约1.93米 6.3英尺 虽然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 这个身高在中国属于较高水平 但距离传说中的巨人 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这具骨骸被命名为龙山巨人 是迄今为止 中国史前发现的最高大的遗骸 这具龙山巨人骨骸 经鉴定属于蒙古人种 其部分体征与现代南亚人相似 令人费解的是 科学家在头骨右侧的骨头上 发现了三个钻孔 目前无法解释 造成这些孔洞的因素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发现是 卡斯特尔诺巨人 1890年 乔治·瓦切尔·德·拉普格 在用于覆盖青铜时代 墓葬的沉寂物中 发现了三个骨碎片 公骨 禁骨和骨骨中断 初步推测 该遗骸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 发现卡斯特尔诺巨人 骨头碎片的拉普格认为 这些骨头可能属于 以致体型最为高大的 原始人类之一 他根据骨头的大小推测 这个人类的身高 可能达到惊人的 11英尺 6英寸 约合3.5米 然而 目前为止 学术界还没有经过 同行评审的正式研究报告 来支持这一说法 需要指出的是 巨人症在现实生活中 确实存在 巨人症是一种 由于生长激素分泌过多 导致身高远超常人的疾病 在人类身上 患有巨人症的人 最终身高可达2.4至2.7米 8至9英尺左右 巨人安德烈 是为因身形高大 和力量惊人而闻名的摔角选手 他身高74英寸 约2.24米 但他的体型并非天生如此 而是患有巨人症 以及脑垂体功能抗净 导致生长激素分泌过量引起的 感谢观看